大家好,1218-0729-2021啊 这又有人跳了啊,不出意外还是当官了 是吧,你说这个高官后路啊,香车美女 是吧,高官得坐骏马得骑 三年轻之府十万雪花银 千里做官为了吃穿啊 是吧,这么好的日子,这么多人捧着 是吧,到哪去,15喝6的,抢男霸女的 是吧,你说你死什么呀 是吧,你为什么要死 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对不对 潮南,潮南啊,潮州南边 潮汕地区吗,潮州和汕头啊 潮南区委书记昨晚在汕头家中跳楼身亡了啊 这个张学龙啊,这不是你学,是吧 你学个龙,你别学当个虫,是吧 是龙,在共产党里边啊 是龙你盘着,是虎你握着啊 1966年12月啊,没多大呀 数码的,数码的这才55啊 55还没过生日呢 这才54岁半 怎么想不开啊,这么想不开啊 广东普宁人啊 1988年7月参加工作 7月参加工作,他22 22,7月份嘛,大学毕业嘛,对吧 然后92年10月入党 26岁才入的党 那基本上啊,这不算太先进的人 不算太先进的啊 然后,学历是省为党校研究生 经济学专业 党校都是蒙事儿 都是蒙事儿,都是糊弄局的 有一个单位叫糊弄局 是吧,这中国这个政府机关啊 绝大部分都是糊弄局 都是吃喝嫖赌啊 吃喝嫖嫖,都不是为了干正事儿去的 都是为了混这点待遇 是吧,都是说 我那个给北京市一个局送货 送了十多年吧 那个后来那个 就陪着领导喝酒那馆食堂的 最后临退休给弄一副处啊 对吧,好几个这样的 好几个单位 临退休都给弄成副处了 有的还是正处呢 曾任汕头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国土资源局这就是个肥差啊 但是他是富的 富的看他管哪块 是吧 2007年7月后 那才41岁40周岁 就当汕头市政府副秘书长 东部城市经济带 建设开发管理中心的主任啊 海湾新区管委会主任 党工委的副书记 2015年11月任汕头市委副秘书长 这个2016年6月任汕头市朝南区委书记 啊,那他任这职务也任了差不多五年了 不知道为什么死了 那肯定官方说了他有抑郁症 那实际上到底是有抑郁症呢 还是这个纪委监委要找他谈话 是吧 他的这个要露馅了 对吧 反正就一跳吧 过去有个词叫一醉解千愁 现在我给发明一个词 这帮当官的叫一跳解千愁 是吧 汕头我还真去过 这个我姐姐在汕头有两套房子嘛 他在那就是做点事 这个跟那个音乐方面有关系的啊 那个房子有一栋是独栋小楼呢 很好的房子 当然汕头那会房子便宜嘛 买的啊 我在那住了一段时间 是零几年 零几年 后来我姐姐离开汕头了 她在汕头待了七八年 汕头有个岛 好像叫什么岛来着 还带着去玩过啊 我二姐的她的一个学生 后来都考上了那个中央音乐学院了 我二姐的母校 后来又去比利时 一个音乐学院 又那个进修啊 研究生 后来回国被哪了 被北京 那个海淀区建祥桥 东北角的那个中国音乐学院 被那录取了 现在是中国音乐学院的一个教师 院长就是金铁林吧 李古一的前老公啊 前老公 啊 东拉西扯啊 然后那个建那个中国音乐学院旁边那个长空机械厂 是我的客户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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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